大年初期,秀林湘的水源社区发展协会一年两天 在水源村的篮球场举办新春杯第二届篮球锦标赛 来自秀林、吉安还有万荣的部落青年齐聚一堂展现了球技 球队团结一心争取最高的荣耀 欢迎新年秀林湘水源社区发展协会 1月28号到1月29号连续两天,年假最后的节日 并且在秀林湘水源多工的集会所篮球场 办理第二届新春杯篮球锦标赛 过年期间,我们大部分的部落的老百姓都回到乡下 我也希望说透过这一次的过年 我能够办理一场属于我们自己的部落的活动 全民的篮球活动 也希望在这过年期间,饭吃太多了,肉吃太多了 到球场来运动运动,减肥减肥这样子 这就是我们办理的目的 也希望说凝迹我们部落的心 都能够在今天一直到明天下午 能够透过篮球的活动,能够迎接我们部落的心 也非常感谢秀林湘工所 还有我们秀林代表会 大力的支持帮忙这一次的经费 益助这个经费,非常谢谢 新闻下场,我们贵也请来为球队们交易打气 球类运动本来就是要互相的交流 不断的牵戳 才会提升自己的技能 感谢大家能够今天排到水源游户 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赛事 我想我也真的也要谢谢 谢谢我们代表会在录业林主席代理的代表们 都能够支持公所 来协助社区推动各项的运动赛事 我也听到了 在未来我们休离江所有的蓝赛 联赛的制度可能会做一些调整 可能就会上半年跟下半年 都会有一场球赛 那是队内有提升 修营下面代表会主席陆月宁 也肯定水源游户协会利用心 共同提倡篮球运动的风气 所以运动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刚刚厢长有提到说 篮球比赛联赛的部分有做一些调整 不管什么调整 运动在修营箱永远排第一 这样好不好 那还有本来王哲苑代表他也要来 但是因为他有事情去罗东 所以在这里他要我跟河平的 河平的在哪里 河平的 他要我跟你们打声招呼 让你们加油 因为他没有办法来 那就预祝今天的活动能够圆满顺利 修营箱水源推翻协会理事长张根森表示 协会本则休闲健康运动里面 共同来推动篮球比赛的活动 在年纪期间大家吃的大鱼大肉 这些之余运动是最好的活动之一 透过篮球的赛事也增进球季联赢亲朋好友 是相当健康的事的 在新春期间也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水源社区好不好 好 休灵香菱代表会 赞不赞 记得学王一学习报道